做烧烤的你得有自己的特色菜 这个手势猪心呢就非常的不错 就在一丝再配上这个蘸碟 鲜鲜味每吃了就让你忘不了 今天脑底38秒教会你手势猪心的配方及制作方法 学会了在家也能做出烧烤店的味道 首先新鲜的猪心一个 清洗感觉之后如视频这样 用刀啊片成大薄片 这个片的片薄点效果更好熟的更快入味效果更加 处理好的猪心放入碗中加入葱姜洋葱 400克的猪心加入红烧酱油15克 蚝油25克 鸡汁加入10克 味精鸡粉白糖够5克 烧烤小料加入8克在里面 加入4克的13香 用手抓拌就腌制半个小时左右 黄纸一张放在下面 把腌制好的猪心放在黄纸的上面 把葱姜都放在里面 用黄纸把猪心包起来 再用锡子把它包严实了 包的时候注意了 一定要把这个锡子的三边点好了 不要让它漏气 起到一个类似高压锅的作用 上炉之后上面再放点炭在上面 上下火烧着20分钟 烧熟之后把它取出来 看看烧完的这个效果 里面是没有汤汁的 稍稍量一量用手湿 要不然太烫了 烫手 就这个猪心的必须用手湿 吃着才香 用刀切都达不到这种效果 撕好的猪心装盘 再配上这个烧烤的万能蘸料 蘸上这个蘸料池 那小儿老毕了 想学烧烤别乱跑 关注老你就对了 来看来看 优优独播剧场 保留 下来看